什麼意思啊 柯文哲最近公佈了這個民調三份哦 但是呢都強調他的勝算比侯友宜更高 首先當然我知道很多人會想說到底準不準啊 是真的嗎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份民調 因為有人有這個時事評論員 覺得說這個算是科學民調 柯文哲的科學民調 做了什麼事情呢 科學魔法 我們看一下原始數據 這一份第一份是趨勢民調 我們先來看原始數據裡面呢 其實你會看到侯友宜的支持度28.96 柯文哲24.14 那照理來說這應該叫做侯贏科啊 沒有疑慮吧 好 但是呢 加權之後 就顛倒過來了 變成柯文哲贏過了侯友宜 當然民調有他的這個SOP啊 民調有他的算法 只是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加權的呢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求真民調 這一份原始數據裡面一樣啊 照理照這個數字來看 很明顯嘛 叫做侯友宜支持度22.44% 贏過柯文哲17.71吧 但是來 再來加權之後呢 因為他有式化單獨加權 手機單獨加權 加權之後呢 又變成柯文哲贏侯友宜了 還倒贏8.11% 好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 民調加權調和 侯就從贏變倒輸 結果柯文哲呢 在民調裡面都贏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事評論員還有一些大佬 他們怎麼看這份民調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亮哥 亮哥他說 我認為贏賴清德的機率是非常低 他直接這樣講 他說因為賴不是新竹沈慧紅 也不是臺北陳時中 這一點格局放大到總統大選來看 的確就是這樣 高宏安民調本來第三 後來贏了 他說這個就給柯文哲很大的啟示啊 就是如果最後迫不得已 藍白沒核自己下去選的話 要棄保國民黨 他現在玩的就是這一招 這董哥說的 他現在玩的是這一招 好 那是否就是說各自都已經有底線的底牌了 只是說大家還沒掀 好 那最後掀出來是核還是各自的副手人選 很快啦 11月中馬上有答案了 我們來看一下梅力導電子報 第68波的民調來看 支持度的部分 加加減減 賴清德還是一樣 居高不下36.5% 下跌兩個百分點 侯友宜的部分27.8% 增加1.6個百分點 柯文哲20.1% 增加0.2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以網路溫度計來看 總統預測當選的機率 我們來看一下喔 目前在網路上面的聲量來看呢 當選的機率曝光囉 百分之三十四點二 綠色的賴清德 正面情緒 好 好感度百分之二十八點三 侯友宜 網路聲量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依照你看啦 這份民調跟那份民調啦 其實你就看得出有落差了嘛 但是呢 沒有差別的可能會是賴清德 一直都是第一喔 這個就是大家要了解到的部分喔 第二名跟第三名是不能當總統的 這是一個非常事實的一件事情 再來看 朱立倫也覺得不滿意啊 他認為柯文哲出這個民調 他說你是教授 我也是教授啊 他說這份民調 不是組合 是個人 而且呢 他說這個誤差大約有百分之五喔 那民進黨犯人張志豪倒是認為啦 他說這民調啊 不會下綠 不會下到綠啦 反而是羞辱了猴 趁機啊說這叫做吹哨壯膽 那您覺得呢 歡迎大家聊天室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喔 那其實啊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呢 大家也都在看啊 那請問兩個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藍白有默契呢 那反正柯文哲之前一直一直說啦 他說就像他是醫生啦 不到最後一刻不會有結果 那反正今天網路上有很多的傳言 等一下呢 我們會繼續來跟大家分析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喔 柯文哲公布的這一份民調 說自己的勝算比喉友宜高 被職宜加權的方式有問題 那您覺得呢 你覺得好像也有問題幫我加一 你覺得沒問題就是這樣 你幫我減一 也想聽聽大家的想法 喉伴也批評他說柯文哲 你不是曾經說柯文哲 柯喉是一組的嗎 難道你是玩假的 柯文哲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參觀桃園汴州社區關懷據點 也點出臺灣的長照困境 沒有停留太久 柯文哲馬上就要到臺南 展開一連串的南部行程 但八號才突襲公布三份民調秀肌肉 IP是壓垮藍白盒的最後一根稻草 國民黨質疑民調有偏誤 畢竟只比個人而不是放上喉柯或是柯喉 對戰賴銷 喉伴也通批當初同意喉柯柯喉可以一組 難道是玩假的嗎 臺北市長選舉投票三個月前 黃山山前副市長 當時在民調上只輸蔣萬安市長一趴 投票結果相差了二十趴 不需要拿來自我吹噓 自我的吹眠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判斷出誰才是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如果假設柯喉 喉柯放在一起比 那會平均或是稀釋掉這兩個人的這個實力 柯伴強調民調就是要找出最強候選人 因為投手秋只會有一人 最後站上投手秋的人只會有一個 柯文哲明顯的領先喉友誼 而且是緊咬賴清德 如果沒有柯文哲 喉友誼也贏不了賴清德 怎麼會說兩個站投手秋 這個本來一張選票就兩個人嗎 柯文哲過去最喜歡講一句話 說國民黨只是要打贏他 不想打贏民進黨 現在同樣了 十九號板橋大造勢 傳出柯文哲就會公布副首人選 而隔天就是登記日 至今藍白還在吵 基層交集 也等出怨氣 記者彭宜德 蔡平鴻 桃園長報導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更詳細的美麗島電子報 二零二四大選的這個追蹤民調的支持度 我們可以看到了 三個顏色都有 綠色賴清德 藍綠色柯文哲 深藍色侯友宜 但你看到賴清德 起起伏伏上上下下 雖然有小跌 但是依舊還是遙遙領先 百分之三十七點七的支持度 倒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你看喔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 在這邊的時候 大概他們開始這種麻花的糾纏 在宣布大選之後 但是越接近時間 你會發現慢慢的開始逐漸拉開囉 柯文哲開始往下 而且是拉開距離是很明顯的 往下 目前支持度百分之二十一點三 反而是侯友宜的支持度 穩定的持續的在往上升 現在已經到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八 所以呢 現在藍白河陷入卡關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覺得很傷啊 因為再怎麼樣呢 現在已經快要登記囉 而且應該說快要登記代表什麼 代表馬上就要選舉囉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賴清德 他還是一直遙遙領先 那麼現在呢 藍白河卡關的情況下 柯文哲又公佈了這個三家民調 說自己都會贏侯友宜 也會贏賴清德 但是趙紹康怎麼認為呢 他是認為手機跟世話民調 要分開計算 問卷的設計也跟藍白河預設的狀況不一樣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突然丟出這個民調 那你到底是要何還是不要呢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原話 因為他自己選擇的民調公司嘛 所以當然工心裡就有問題啦 那柯文哲可以選擇美麗島電子報 美麗島電子報每次做後遇都贏啊 所以 而且另外就是說 你手機跟世話做民調 那個誤差要分別計算 而不是合在一起計算 這是統計上的技術啦 那還有就是 問卷的內容 他們現在希望 藍白河就是希望說兩組 而不是有三組 四組候選人 他現在把四個人放在一起去比 那跟未來這個 藍白河這個假定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藍白河就是一個 比如說柯侯對賴蕭 或是侯柯對賴蕭 然後看到底比數怎麼樣 要比這個東西 他沒做這個啊 他用單獨去比 所以這個民調 就是跟實際的狀況 我跟 大家預想 藍白河的狀況是不一樣的啦 因為當你自己去挑三家 別人就會質疑嘛 也許你做了十家 這三家贏我就把資料拿出來 那其他資料沒拿出來 是不是這樣不知道 但是 人家就有權利這樣懷疑嘛 而且你在現在比這個東西 而且你單獨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那你到底什麼意思嘛 你是要合還是不合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隨便下廣告 又隨便採用 結束一採用 頂一採用 上ol 不然 大會 不然 好 讓我 好 當 by bwd6